在這支影片中,我們將示範如何設定您的全新Garmin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 在開始之前,請務必在潛水前依照這些步驟操作。 您必須依照我們的順序完成設定,才能確保網路功能正常運作。 首先,讓我們打開包裝盒。 取出裝置的收納盒。 盒子裡包含充電線和寄繩。 Garmindescent S1潛水浮標充電至LED燈衡量綠燈。 充電時,將USB充電夾夾在裝置的頂部。 充電接點位於裝置底部。 此浮標使用與相容的Garmindescent潛水電腦同款的充電線。 接上電源後,Garmindescent櫃至下方的LED燈會亮起。 當LED燈轉為綠色時,表示裝置已充滿電,可以拔除充電匣。 在Descent S1潛水浮標充電的同時,也是更新您的Descent潛水電腦和Descent發射器的好時機。 請注意,若未更新裝置,可能會導致相容性或功能問題。 此方法需先將Descent發射器與Descent潛水電腦配對。 本影片中,我們使用Descent X50i潛水電腦與Descent T2發射器。 若需協助配對您的裝置,請參閱我們的開始使用教學影片。 您還需要將您的裝置配對至Garmindescent應用程式, 並確保裝置有Wi-Fi連線。 如需協助,請造訪support.garmindescent.com。 在您的Descent潛水電腦上,往下卷動並選擇設定。 接著往下卷動並選擇系統。 然後選擇軟體更新或檢查更新。 您的潛水電腦將透過Wi-Fi連線開始搜尋更新。 選擇式已安裝更新。 裝置將完成同步。 接著,我們需要安裝在發射器上以同步下載的更新。 先將發射器從低電量模式喚醒。 喚醒方法是打開電池蓋,並等待30秒。 然後蓋上電池蓋。 在潛水電腦上,選擇潛水設定。 接著選擇潛水網路與氣瓶殘壓監測。 選擇發射器。 選擇已配對的發射器。 然後等待發射器連線至您的潛水電腦。 選擇檢查更新。 選擇是。 更新時,請保持潛水電腦與發射器在近距離內。 對您其他想加入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網路的相容Descent產品,重複此更新程序。 您最多可將8名潛水員加入潛水網路。 現在讓我們用Gramandai利用程式來設定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 要執行此操作,請開啟裝置電源。 長按按鍵兩秒,直到聽鍵必聲。 Descent S1的LED燈會開始閃爍綠燈。 接著您會聽到提示音。 當LED燈閃爍白燈時,表示裝置準備就緒。 提示,若您需要關閉Descent S1,請長按按鍵5秒。 LED燈會衡量白燈。 當您聽到提示音時,放開按鍵。 現在,我們將配對您的相容行動裝置與Descent S1潛水浮標。 請先確認您的行動裝置已開啟Wi-Fi, 並確保Descent S1已拔出電源。 使用行動裝置的相機,掃描浮標底部的QR碼。 掃描此條碼將開啟GarminDive手機應用程式。 如果您尚未安裝GarminDive應用程式,掃描此條碼會帶您前往下載頁面。 選擇登入已開始登入您的帳號。 然後同意條款及條件。 選擇更多。 接著選擇Garmin裝置。 最後選擇連接Garmin浮標。 然後允許GarminDive應用程式使用零裝置的位置。 選擇開始,以連接您的行動裝置與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 掃描裝置底部的QR碼。 選擇加入。 當出現通知時,允許Descent S1潛水浮標的WiFi網路存取您的行動裝置。 選擇是,已允許傳送通知至您的行動裝置。 此時會發出提示音, 並且LED燈會在您的行動裝置連接到浮標WiFi網路時, 衡量新燈。 當與行動裝置連線時, 狀態LED會閃爍白燈。 選擇立即完成, 以完成您在GarminDive應用程式中的裝置設定。 現在我們已完成Descent S1的設定。 接下來需要將您的Descent潛水電腦加入裝置的潛水網路。 開始前, 請先確認您所在位置有網路連線。 要設定每台潛水電腦, 必須先確認每台潛水電腦都已連接到Descent發射器。 如需協助, 請參與您發射器的使用手冊。 將潛水電腦靠近Descent S1。 按兩下按鍵已開啟藍芽。 當裝置進入配對模式時, LED燈會閃爍藍燈。 若LED為顯示藍燈, 請稍待數秒後再次按兩下按鍵。 在您的潛水電腦上, 向下捲動並選擇潛水設定。 接著選擇潛水網路與氣瓶殘壓監測。 選擇浮標。 最後選擇新增。 選擇與浮標底部GY碼下方編號相符的浮標ID。 按下Back鍵。 選擇SubWave前聲納功能。 確認位置分享與訊息選項已啟用。 對每一台其他的潛水電腦重複此流程。 若日後想將新的Descent潛水電腦加入浮標潛水網路, 請參考您的使用手冊中配對潛水電腦與浮標章節。 按兩下按鍵已關閉Descent S1的藍芽配對功能。 接下來,我們將說明如何開始潛水活動。 首先,請開啟您的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 然後打開GarminDive應用程式,選擇更多。 當您的Descent S1連線到應用程式後, 可能會收到開始潛水活動的通知。 您也可以手動開始。 選擇Garmin裝置。 選擇您的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 提示,要檢查更新,請選擇一般。 在這裡,您可以查看狀態資訊或變更設定。 選擇開始Descent S1活動。 然後接受條款及條件。 接著,您需要校正您的Descent S1。 選擇繼續。 然後選擇下一步。 最後,選擇開始校正。 您會看到畫面上的螺盤校正動畫。 此快速程序需在每次潛水開始前完成,以確保正確的方位。 請依照動畫指示,進行螺盤校正。 完成後,請選擇繼續。 下一個部分,我們將說明如何將計繩連接到您的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以及船之上。 首先,請將計繩穿過Descent S1側邊的兩個開口。 然後將另一端,穿過繩圈,以固定在裝置上。 另一個繩圈可以直接使用兼固的登山扣,連接至船隻的導引繩或毛繩。 將浮標連接到船上時,Descent S1的位置非常重要。 您的裝置需要與下方潛水員保持良好的視線距離。 任何阻礙物,例如船體或水下物體,都可能干擾資料的傳送與接收。 我們建議將您的Descent S1放置在船尾位置。 在潛水活動選單中,您會看到所有已設定的鄰近潛水員。 當它們在水中時,您可以選擇查看位置、訊息與數據。 如需進一步了解此應用程式,請參與我們的常見問答。 與Descent S1配對的潛水員,在水中將有更大的通訊範圍。 這使他們能夠透過部分相容的潛水電腦, 向您的裝置與其他鄰近潛水員傳送訊息。 您的潛水電腦現在將包含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的資料欄位。 這個資料欄位可用來確保通訊功能已啟用。 它也能幫助您導航回到Descent S1的訊號範圍內。 在導航回浮標的過程中,您會看到三個箭頭。 完整的藍色箭頭表示您目前處於可接收浮標訊號的範圍內, 並指向浮標方向。 藍色邊框的黑色箭頭則代表浮標最後的已知位置。 最後,黃色箭頭表示您已超過一分鐘未從浮標接收到任何資料。 在前往浮標的圖中,請注意顯示的距離指的是與浮標的水平距離, 並以10英尺為單位顯示。 潛水結束時,所有已配對的潛水電腦只要浮出水面 並位於Descent S1的訊號範圍內。 都會自動連線並下載其潛水路徑的位置信息。 這些資料可以直接在GarminDi利用程式中檢視。 每次潛水結束後,請務必使用清水沖洗您的Descent S1, 以去除鹽分和雜值。 就是這麼簡單,您的Garmin Descent S1潛水通訊浮標已完成設定。 如需更多協助,請訂閱Garmin YouTube頻道, 並造訪support.garmin.com。 請訂閱Garmin.com。